大声怒呛陪同翻译 日本游客满脸震惊 他们7号到北京圆兵园游玩 准备拍照时 大陆翻译员请站在旁边的博主 稍微让一下下 结果博主大抱走 日本游客和翻译员决定离开 结果这名网红不依不饶 一路跟拍 园区保全人员到场 然而不但没有平息冲突 还火上加油加入战局 圆明园是清朝新建的大型皇家园林 1860年被英法联军劫掠和破坏 如今被大陆打造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提醒民众勿忘国耻 日本游客无辜中枪 这名叫做亚人的网红在抖音拥有32万粉丝 影片曝光后他没有等到喝彩 而是被大陆网友怒劈 超丢脸 大陆官媒也发声批评 网红行为有损大国形象 民族大义不是流量密码 此事也惊动了大陆外交部 对于个人的言行我也不做评论 但是我可以告诉你的是 中国是一个开放包容的国家 我们不会针对任何特定的国家 采取歧视性的做法 该播主也被其底 在2019年美国留学期间 犯下敲诈勒索 性侵等罪行 风暴愈演愈烈 该播主紧急删除几百部影片 一番操作可以说是投机不逞18米 TVBS新闻叶志宏蔡依杰综合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